XX在操刀啦 當神的結果 最後都沒有好下場啦 喔 我覺得當神幹嘛 當人就好了嘛 七月底XX的民調 仍然你先XX 他要翻起來非常困難 還能給他10%嗎 如果能給他10%的話 要親小刀來幹嘛 失敗者的悲鳴 失敗者 一群倒霉鬼大團圓 我看到就是這個 國民黨一群倒霉鬼坐在一起 那個會成功啊 昨天的政客 XX 崩盤了 把腹死兒子了嘛 沒死亡啦 加起來30% 馬上變第二名 就那麼簡單 為什麼你們自己的內部搞不定 老君不清楚 亂掉了 整個亂掉了 莫名其妙 荒謬的一群人啦 你知道 這個老君不清楚啊 莫比這個XXX為勝 國民黨也是廢物一堆嘛 這小刀出面到7月底的民調人家低於柯皮 這個我大概 我現在 因為我跟侯市長也好朋友了 但就專業立場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是100%不會改變 就7月底柯文哲一定贏侯友誼 這個是不會改變的事實 這個不會改變 第一個 然後會不會換侯 不會換侯 侯也不會換 重複一下 柯P會贏 侯友誼 然後侯友誼會不會被換 不會被換 你知道吧 那柯P如何做到才能白癡藍 白癡藍的情況就一個情況 就是要很認真的 再看7月9號 我就會很認真的跟他談國政議題 然後很謙虛的面對國民黨 面對在野的每一個 每一個可能再來要合作的對象 國民黨的人是一定要尊重國民黨 就跟高桓當時就是尊重國民黨 結果現在我們看到的 民眾黨有些高級幹部出來罵國民黨 這個莫名其妙的人 在過段時間再亂罵 我就點名幹你們我跟你講 好早軍曉刀還抄刀 不如說現在這個整個局 應該是朱立倫在抄刀 那金曉刀是 金曉刀也是我們老朋友 是不是戰局 是不是戰神 什麼神不神 我覺得當神的結果 最後都沒有好下場 我覺得當神幹嘛 當人就好了 而且這局再想重複一下 我認為7月底 柯文哲的民調仍然領先侯友誼 他要翻起來非常困難 就以前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對17%的人討論這個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嘛 韓能不能給他幾%嗎 我就問你嘛 韓能給他10%嗎 韓如果能給他10%的話 要金曉刀來幹嘛 就這麼簡單嘛 韓如果能夠給他民調10% 金曉刀就不用來 那今天金曉刀沒有出現 韓坐在那邊 韓的態度啊 有沒有摸手啊 有沒有跟他什麼互動啊 我覺得這叫做失敗者的悲鳴啊 失敗者一群倒霉鬼大團圓 我看到就是這個 國民黨一群倒霉鬼坐在一起 沒有一個會成功啊 因為他們跟這個台灣政治毫無關係啊 他們是屬於昨天的政客 這個就國民黨崩盤了 不是就是郭台銘選總統就變成四咖嘛 那四咖就國民黨就變寡婦舌兒子了嘛 沒指望啦對不對 你防科有個屁用 你防科你不如把你自己的郭台銘防好嘛 你去跟這個韓國瑜吃飯幹嘛 郭台銘在台北你不去找郭台銘 郭台銘要反過來 郭台銘如果承諾當時的若言 進來幫助侯友宜的話 這樣幾% 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30% 馬上變第二名 就那麼簡單 為什麼你們自己的內部搞不定 對不對 然後每天又找這個找那個 找東找西找王找北 找了半天結果郭台銘要 最需要整合的 結果郭台銘跑出來 越整合越大拖 越堪越大拖 現在變成要三個人出來選了 那你說房科幹什麼 那房科房的莫名其妙啊 對啊這小七們也很莫名 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啊你過兩個月小七怎麼辦 對啊這樣小七怎麼辦 對國民黨實在是腦筋不清楚 你現在你防科半天變成郭台銘跑出來 那你要不要防郭 對啊 大家在忙什麼 叫立委通通不要選比較好 大家出來嚇死我看 所以這國民黨實在是策略上 我認為已經亂掉了 整個亂掉了 現在小七不理他嘛 開打的時候 誰顧誰啊 雖然夠性命啊 那沒有什麼用啊 而且最後結果 你如果你想要執政的話 你還要跟民眾黨合作嘛 對啊 所以這三個人 都不能夠撕破臉嘛 侯友宜 郭台銘 跟柯文哲 都不能撕破臉 這個不能撕破臉的原則在上面 所以你下面 你有一些人 像什麼 黃珊珊啊 陳志涵啊 你都不能夠罵國民黨 要搞清楚這個事情好不好 換猴不可能啊 我聽起來是 換猴不可能的話 是不是要換金啊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我懂 我聽不懂嘛 因為猴不可能換嘛 對猴不可能啊 對猴不可能啊 現在就是說 我說台灣人黨人說的 以前說得比較沒水準的 外面去拔手叫回來 拔手叫喝燒酒醉 打不出聲 不可以 找老婆麻煩 這個莫名其妙 我剛剛講的 整個 概念叫做非綠大聯盟 是誰先提出來的 國民黨 國民黨 國立委員提的嘛 朱立委員現在在幹嘛 非綠大聯盟 你也不跟柯B溝通 也不跟 不跟郭台銘溝通 你也不 然後還要防柯條款 還要防這個防那個 你在搞什麼 你要聯盟還要防我 防守防守 這個整個是荒謬的一群人 這個老金不清楚 莫比朱立倫為勝 非常糟糕 因為我跟你講 國民黨 其實國民黨現在有沒有戰力 國民黨在立法院有三十幾席嘛 國民黨有一個陳婉會這種立委 一個都沒有啊 國民黨陳婉會一個人啊 國民黨三十五個人 大聲說謝謝吳董 謝謝吳董 不是 我一直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 國民黨有給你過半 然後行政權是賴清德拿到的話 我告訴你 國民黨也是廢物一堆嘛 他不會去爭取權益 他不會幫老百姓爭 他那些真的是 他去做三點半比較重要 他們家的貸款還沒貸下來 選民服務比較重要 國民黨沒有要想過在這個 政權上面去用力的嘛 所以你現在講的意思 我跟你講 國民黨立委過半 行政權輸掉 還是跟現在一樣 對民進黨百依百順 目前的情況發展的話 是會崩盤 因為他房科嘛 房科的話 科的票就是民眾黨票不會進來 民眾黨沒有候選人票也不給你 你搞什麼東西啊 老金壞掉了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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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